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个能歌善舞 汤兰花也不例外 据汤兰花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回忆 17岁之前她就是一个农村姑娘 每天都在田间地头干活 跟在妈妈身后插秧种苗栽花除草 虽然皮肤晒得黑黑的 还被同学取笑是个黑丫头 但是那段童年时光汤兰花过得很快乐 为啥呢 因为有歌舞相伴 日子过得并不辛苦 汤兰花受母亲影响 从小就跟着妈妈一起唱歌跳舞 那个时候处处都是舞台 到处都是观众 田间地头就是一望无际的舞台 地里的每一株秧苗 每只花朵都是他们的观众 而来自父亲的掌声和喝彩 是最大的鼓励与赞扬 人杰地灵的生存环境 祝就拉里山姑娘 与众不同的纯净之美 12岁那年 汤兰花在南投物社农校读书 这家学校是专为原住民的孩子提供的 在校球学期间 汤兰花曾凭借能歌善舞的本事 多次参加学校组织的民族舞蹈大赛 各种奖状奖杯奖品 没少网加滑了 当时舞姿出众的汤兰花 还曾一度被亚东篮球队看中 想邀请她做篮球宝贝 担任啦啦队队长 但是却被母亲一口回绝了 后来汤兰花在参加一次 救国团举办的晚会中 她在台上的表演吸引了一位老师 她就是淡江大学体育老师林清文 林老师觉得汤兰花是一个可塑之才 于是向她建议 若是将来想到台北发展可以找她 汤兰花从学校毕业之后 并没有找到太好的出路 想起林老师的建议 于是到台北投奔这位博乐 林老师为了培养她成才 特意找来僵尸老师 对她进行专业的声乐培训 三个月后 恰巧正声电台和台视 都在举办歌唱比赛 汤兰花两边都报了名 没想到突出重围 一路过关斩将 两边都夺得了冠军 一举成名的汤兰花 引起港台娱乐圈的广泛关注 当时这位横空出世的阿里山姑娘 是首位登上媒体的邹族姑娘 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以她为荣 一方面她天生丽质 绘制蓝星 风姿彻约 有人形容她貌如桃李 壮丝穷摇 有人把她比喻为生长在山剑西谷中的奇葩 色泽深浓 名艳而高贵 有人称她是台湾少数在外形上 可与林青霞比美的女明星 另一方面她天资聪颖 勤奋好学 纯厚朴实 又洁身自爱 彼时很多夜总会和歌厅 都纷纷向她示好 希望能将她这棵摇钱树 挖到自家店里招揽生意 然而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这些地方皆是三教九流的混迹之地 汤兰花自然是不肯的 因此被她一一婉言谢绝了 在一番资本的相继 绝逐和较量之后 汤兰花选择了利明电影公司 双方签下了三年合约 汤兰花派的处女做大电影 复兴的人 当时为她抬载的男主角 正是影帝杨群 不出意外 这部电影一经推出 就获得了满堂彩 出摄影坛的汤兰花 汤兰花出道及巅峰 拿到了亚洲最受欢迎新人奖 在此之后 汤兰花相继参演了30余部电影 例如烟雨斜阳 牛郎之女 梦江女 杨贵妃传奇等等 然而这些电影上映之后 口碑和票房并不理想 原来彼时的汤兰花 身边虽然有哥哥帮忙打理事业 但是哥哥懂的也并不太多 没有专业的经纪人为她打理 乡下的妈妈 也不能为她提供合理的建议 同期走红的珍妮甜妞等人 身边都有新妈护驾左右 为自家姑娘争取到不少好资源 但是汤兰花从始至终 身边都缺少专业人士为她保驾护航 所以街道的饮食资源 水准并不是很高 某一天汤兰花的妈妈告诉她 家乡因为经常遭遇台风 山寨里的一条重要路段被冲坏了 乡亲们根本走不出山寨 这样下去会影响很多人的正常生活 汤兰花问妈妈 那要怎么做 妈妈小心翼地问她 我知道你现在日子也不好过 但是你是咱们整个村的骄傲 你看能不能拿些钱出来 给村里绣一座桥呢 汤兰花想了想说道 没什么问题 但是桥建好了之后 希望这件事不要传扬出去 我不想借这件事炒作自己 不过这件事还是在三年后才广为人知了 原来后来汤兰花出名后 她的家乡也变成了著名的旅游圣地 去那里参观的游客越来越多 很多观光客当时看到那座兰花桥时 通过村里的人了解到 原来这座桥正是汤兰花出钱建造的 这个新闻被媒体爆料之后 汤兰花的回应是 我希望活在掌声之外寻找自信 原来彼时的汤兰花对于唱歌拍戏这些事 早已心生倦意 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她说因为那个时候唱了好久的歌 仍旧是这样的 一件事做了好久之后 就会感觉到疲倦 朋友们聚会时有人提议 去唱卡拉OK 我都是表示拒绝的 因为我真的唱得太久了 汤兰花宣布结婚戏影时 年仅25岁 当时她之所以决定放弃 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 是因为台湾演艺界的龌龊空气 令她感到困惑窒息 所以产生了想做家庭主妇的念头 据说汤兰花在演艺界成名后 莫名追求她的人车载斗梁 而她却单单选中了 年轻的生意人印加东 她与印加东是经历七年的爱情长跑之后 才缔结为连理的 后来自称易陷入感情的汤兰花坦诚 她与印加东相处时 已发现双方性格上的差异 但由于她母亲认为 女孩子应从一而终 情感方面不能随便 终于还是结了婚 最终这段婚姻给她最大的收获 只有一个儿子 三年后老公经商失败 并且欠下巨额外债 而汤兰花也因此受到牵累 为了躲避债主们的骚扰 汤兰花只好带着年幼的儿子 过了一段东躲西藏的生活 汤兰花用三年时间 证实了自己的婚姻是个错误 但是她却从未因此有过丝毫抱怨 后来当媒体采访她 提及婚姻和感情时 她对前夫连一个坏字都没有提 只是轻轻掠过笑道 那是好久之前的事情了 换个话题吧 为了给儿子提供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照顾年迈的父母 汤兰花重新出发 1979年 汤兰花选择了付出 而彼时的港台娱乐圈新人辈出 早就没有了她的一席之地 踏山之石可以公寓 汤兰花于是选择了在东南亚各地走唱 也是在这个时候 她和自己的老朋友邓丽君在他乡相遇了 两人原本就是好友 汤兰花非常欣赏邓丽君 因此每次邓丽君开演唱会 她都会到现场为她捧场助威 而邓丽君对汤兰花也是一样的投桃报礼 两个女人就这样风雨同行相互鼓励 若干年后 每次提到邓丽君 汤兰花都会眼中含泪 称赞她不仅人美歌甜 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子 名气渐渐回温之后 汤兰花来了一记漂亮的回马枪 于1982年返回台湾 凭借出演的电视连续剧《一代佳人》 事业重新回到了巅峰状态 四十不惑 随着年龄的渐长 汤兰花渐渐意识到了中年女演员的危机 与此同时 她也开始留意商场中的各种机会 为转行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到了九十年代 直销行业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 汤兰花选择了一个质量非常不错的护肤品牌 开始了创业之旅 她家面积不小 特意留出了一间宽敞的房间 作为大家学习开会的教室 当时有台媒曾庆瑜到她家做客访问 提到她目前的婚姻状态时 曾庆瑜好奇地问道 一个人的生活虽然很纯粹并不复杂 但是时间久了还是会觉得不满足 您就从来没想过再组建家庭吗 汤兰花笑道 我也想啊 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处过几个男朋友 但是我家儿子不让啊 每次我带男朋友回家 他都不会有好脸色给人家看 不仅如此 只要看到电视机里 妈妈和别的男人演那种搂搂抱抱的戏 我儿子都会随手拿个东西砸向电视 好几次都差点砸坏电视机 吓得我再也不敢找男朋友了 不过这几年好多了 因为我老了 她也大了 她都好多次建议我找男朋友 我猜她可能是有女朋友了吧 她还建议我再生一个小朋友 我只能苦笑着回应 妈妈年纪大了 已经没有能力再生小朋友了 面对汤兰花如此不打自招的大实话 逗得曾庆瑜哈哈大笑 其实现在有很多技术手段 如果想要也不是没有办法可想的 汤兰花笑道还是随缘吧 这种事情真的不是强求得来的 汤兰花最后一次出现在饮品前 是在偶像电视剧《幸福补手》中 饰演徐怀玉的妈妈 而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则是在2010年 当时快60岁的她面对媒体时 则笑称被自己的儿子逼嫁 如今的汤兰花依旧保持着年轻时的习惯 非常注重保养 平时除了做一些健美操之外 饮食方面也很注意 饮食主要以素食为主 很少吃肉类 71岁的汤兰花 活得如同空谷幽兰一般 仍如其名